你是说 赵新伟觉得 我跟你爸之间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还是当面把话说开得好 妈 你对我爸的感情我知道 对于你来说 爱恨都已经埋在心底了 可是对于新门阿姨她不一样 只要她一天不面对 她这个心结永远也打不开 我知道 让你去跟新门阿姨讲 对你来说不太公平 可是 这是我唯一想到 能让大家都好起来的方法了 我能想象得到 她因为这个心结 是如何对待你爸爸的 你说得对 我应该要找她谈一谈 让她清楚地看到 我跟你爸的情感已经过去了 只有这样 她才会把心放下来 你们也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你还信这种东西呢 我当然信了 我跟你说我都算出来了 我跟你说秦盛南肯定为给咱们生个孙子的 你到我回家的时候 你把店里那箱核桃拿回去砸了给秦盛南吃 给咱孙子鼓鼓脑 你就确定她一定能生儿子啊 你就确定她一定能生儿子啊 那肯定那必须是个儿子 那肯定那必须是个儿子 你不喜欢儿子 都行我都喜欢 那不一样的 生儿子好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 养儿防老 你知道吗 要是生女儿的话 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 以后是要孝顺别人家 听别人家的话的 我怎么没觉得你听我的话呢 秦伟 你什么意思呀 我跟你说我现在可不一样 我是媳妇终于熬成活了你知道吗 还有啊 你别换着番的替秦盛南说话啊 我每次一看到秦盛南 我就想着牛树荣 我想着牛树荣 我胸口就疼 我这个胸疼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吧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 不要去 医院多晦气啊 没必也有病 我也不想花个愿望去 喂 欣梅 是我 是你啊 我想跟你谈点事 最好孩子跟秦伟都在 你看 谁啊 晚上来我家吧 好 晚上见 好 妈 我家买的现成的 咱家凑合着吃啊 你是重点保护队下 你都能凑合 我怎么能不凑合呢 对了 多拿一副碗筷啊 你妈今天要回来 说曹操 曹操就到 来了 怪不得姑姑当你 我老大能办事效率就是高 好 妈 妈 心梅其伟 孩子们都在你们这儿 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麻烦 客气什么呀 我这是有点不放心 盛男肚子这么大 我过来看看他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这不有孩子他爸吗 姑姑 你坐吧 今天大家都在 有个事啊 我想说开了 好啊 妈 你坐 行梅啊 我跟齐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完全可以放心 我知道 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你们俩的事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我知道 我们俩从小一块儿长大 又因为千丝万里的事儿 联系在一起这么多年 也没能把我们分开 要是说相互之间不了解啊 也肯定说出去没有人性的 我今天来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 你想要的爱情 你想要的家庭 甚至是你渴望的工作 你都已经有了 你已经赢了我了 所以 就更应该 珍惜现在的这一切 牛树荣 你说这个话我真的 没怎么弄明白 你说今天要跟我说事 到底什么事啊 齐伟 你要是听明白了 麻烦你跟我讲讲呗 我真没听懂 盛楠是齐伟的女儿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可是更重要的 盛楠也是牛树的妻子 可以说 盛楠的成长 齐伟除了给了她血缘关系之外 没有提供过更多 可是她跟牛树不一样 她俩从小到大 她们之间的感情 是没有断络的 盛楠她可以为了解开你的心结 搬到这个家里来 跟你一块儿生活 你有没有替她想过 说半天是 为了你女儿啊 我怎么就不顾齐盛楠的感受了 我要是不顾及她的感受 我能让她住到我家吗 能让她在这儿 舒舒服服地 让我伺候着吗 那你能不能 也给她一个心情愉悦的环境呢 盛楠现在大着肚子 心情愉悦 对胎儿也是很重要的 我当然知道她是个孕妇 她肚子里怀的 她肚子里怀的还是我的孙子呢 我 我怎么就没给她营造一个 温馨的环境 我怎么就 没让她有一个愉快的心情了 按我的意思啊 我出钱 给俩孩子在外边买个房子 她们俩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好 好 我许到这个好啊 好啊 你们俩都一块儿说好了 我还能不好啊 你呀 也别误会 我同意这件事情是因为 舒服说 孩子毕竟这么大了 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了 对呀 就是吧 这个是应该的呀 这个确实 对呀 好 好 孩子们 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空间 有他们的房子 我同意 但是钱全有你出我不同意 一人一半 我不想让人家说我赵新梅 贪你牛树蓉的便宜 行 你想一人一半 那就一人一半 牛正 吃饭 来了 沈南 看我妈这样算是说通了 我妈听到我爸说那些话 心都碎了 她这么多年一个人 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因为心里还是不舍吗 沈南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大家说开了 计较的不在计较 内疚的不在内疚 该放下的 也彻底放下了 真的 挺好的 好了 走 吃饭去 走 赵总玩 放哪儿啊 放这儿 放这儿行 来 放这儿行 慢点儿啊 赵总 赵总 你说你这都不干了留两台电脑干吗 当然是有用了 媳妇 这你也看不出来啊 一台肯定是给淑蓉留的呗 别好 你说你们俩就这么大把年纪了 干净一块过得了 都这把年纪了 再不再一块 怎么那么重要 能时常互相照顾着 平常互相能看见 这不是挺好的吗 赵总玩 你们家怎么还没茶叶啊 酒粮掰开 爱喝不喝 喝喝 早 常馒 来 来 RJ Vera 吃什么 妈 你们俩在看房子啦 姑姑给了我们一笔钱 让我们买套房子 想好了要搬出去了是吧 不是 妈 为了升值 是不是呀 圣男 是是 升值 不是 你说你妈想通了没有 这想通想不通的 咱也得先把房子买 等孩子生下来 这一家五口也太急了 说得也是啊 可到时候你妈能放咱们走吗 那我也不知道 拿着 好 盛阳我跟你妈商量好了的 这房子钱呢我们一人一半 道而别房子都没我们家牛车什么事 别弄丢了 密码是你生日 好 牛车 我妈是真的想看啊 陈澄 我看啊 不是到时候放不放咱们走 是咱们现在就可以考虑走的 真的 真的 你想呀 这你妈跟我妈见了面 还吃了饭 是吧 解开了这么多年的心结 现在又给了钱 不就是同意咱俩搬出去 单独过了吗 太好你这 你慢点啊 妈 来来来来来 走 你 怎么了 慢一会儿啊 慢一会儿啊 慢一会儿咱们就去医院了 我就是胸口疼的老妈没翻了 你腾起来吧 手没稳 把盘子给砸了 没事 妈 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你不还想抱孙子吗 这万一胳膊一疼 没抱住 那不就麻烦了 我孙子能跟碗比啊 我就算摔了我自己 我也不可能摔了我孙子 放心吧 我知道你不想摔了你孙子 可今天这碗是你想摔的吗 妈 妈 别扯扯了咱们去医院看看 起妈也放心啊 牛正说得是对的呀 是啊 妈 别再拖了 我不去 妈 您别老怕花钱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这万一真有个什么病给耽搁了 那就是花多少钱都没用了 个乌鸦嘴啊 别说了 我不去 对了 我们要去产检 牛正 你不是说明天没空吗 你要没空 那我就不去了 产检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能不去呢 那孩子要健健康康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次产检都不能少 他没空 我陪你去 真的 妈 您陪我去啊 行 你这个指标有点低也不写 所以回去之后呢 我就给你熬那个红枣粥喝啊 好 我回去吃 其他的好像不行 不对啊你 你怎么这个指标 怎么也会有点偏低呢 盛安 你是不是 这 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来到时候不是走这边的 来到来了顺便给你查一查 啊 妈 你查什么查啊 我又没病 这可是专家门诊啊 你要是不去 这钱给就白花了 你看着办吧 你会不会过日子 专家门诊 专家得多贵啊 所以说嘛 走了嘛 我家是等着你啊 去吧 疼了多久了 我从开始疼到 现在差不多半年了 你生过孩子吗 嗯 我生过的 我母乳被养多长时间 我那个时候工作太忙了 我给孩子喝的是奶粉 嗯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这个病有点棘手 我们可以确定一下治疗方案 一个是乳腺切除手术 再一个是忘疗 你可以考虑一下 医生啊 医生啊 我要是不治疗的话 我还能喝多久啊 这个不一定 如果癌细胞不扩散 也能活得长一些 如果癌细胞扩散 有病发症的话 这就不容乐观了 也可能就是半年到一年左右吧 挺好的 不错不错 漂亮的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住啊 我觉得啊 我妈现在同意我们出来住的态度 特别明朗 我打算最近就搬 那就好 买家具的钱还够不够啊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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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啊 你就放心吧 妈 你看咱们房也开完了 咱们去吃饭吧 妈 好 走 走 来 来 这个饺子啊 来 姑姑 我们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多亏了您了 只要你们俩啊 够得幸福开心就行喽 你放心 我俩以后啊 肯定好好孝敬您 吃这个吗 让你吃 给你加油 喂 妈 嗯 谢谢妈 喂 我妈电话里听起来怪怪的 说让咱们回家吃饭 她不会有多心了吧 她让咱回去吃饭 要不咱们就回去吧 不能啊 之前不谈得挺好的嘛 对啊 这菜都上来了 要不咱们先吃点吧 你吃点什么吃 我看你们两个 还是回去吃饭吧 房子既然也看了 我们哪天吃都一样 别跟你妈为了这么点小事 弄得不开心 回去吃吧 行 那姑姑我们走了 走吧 走了 姑姑 走了 妈 当心一点啊 好的 你扶着她点 刚整好的 您也赏一个 牛正 最近工作怎么样 嗯 我爸说了 下周呢就让我正式接手服装厂 但是她先不退 等我上道了 她就可以享受晚年了 还是我儿子能干 回头啊 我跟牛正一搬出去啊 你们俩就清闲了 到时候啊 牛厂长出钱 你们俩好好出去玩玩 我舍得花我儿子钱嘛 我心疼 你们也是 挣着钱也别乱花 要好好过日子 好好照顾孩子 知道吗 哎 没事也常回来看看啊 也去盛南南妈妈那儿去看看去 哦 对了 我仔细考虑过了 嗯 你们就别搬出去了 就住家里 家里好啊 不是妈 那房子都已经买了 这么快 什么时候买的 不是您同意了我们才 不是我同不同意的事 买房子 这是大事 这么大一笔钱 你看房子也得几个月的时间吧 你得慢慢挑 对吧 也要看性价比什么的 你怎么说来就买了 妈 不是你让买的吗 妈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呀 我知道了 是不是奇事难定的 你们就这么着急搬出去啊 妈就怕你娶一个 会花钱的媳妇 还真是怕什么来生 不是你说让孩子们买房子的吗 钱也是你给孩子们的呀 那我也没让他们真买呀 你这就有点不讲理了你这 你别每次我跟孩子们讲话的时候 你就插嘴啊 吃你的胖下 妈 其实呢 要不是盛楠拦着我呢 我就会买一个更大更贵的毛胚房了 盛楠说呀 还是咱现在买这个房子使用 主要是离家近 方便能照顾上您 这么说齐盛楠还真是挺孝顺的 我是不是该烧三根香 谢谢老天爷 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啊 好 汤差不多好了 我去盛了 盛楠 你给我妈一块儿去 不用 盛楠 说她有事没事啊 她说没事 刚从诊室出来的时候有点不太高兴 我也没怎么问 没事就喝 刘正 你妈之前好好的 怎么突然又这样了呢 更年期 反正咱这房子也买了 搬走是迟早的事 你还跟我妈治什么期啊 不过她这更年期也太不正常了 我妈就一宁巴人嘛 你们俩搬去那个新房子之后 记得多回来看看吧 妈 您别这么说 我一定常回来看你 这不光我常回来 盛楠也回来看你 是不是盛楠 是 是 不光我 只要是你们突然说要走了 妈一下子也适应不了 妈还没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呢 要不这样 妈跟你们商量商量 你们新买的那房子不是精装修 也有暖气的嘛 盛楠 你就先搬过去住 牛征呢 就当是个过渡妻 你就先 还是留在妈妈这儿住 白天的时候 她还是会去看你的盛楠 她不去看你我也不放心 晚上你就回来住 啊 周末时间呢我就 我就不占用你们二人的甜蜜时光了 你们就住一块儿 是 牛征 主要是妈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 就想你多陪陪我 行吗 儿子 就当妈求你了 行吗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妈不打扰你们了 我不打扰好的事情你怎么又反悔了 我打扰什么了我答应谁了 那天舒荣在咱们家的时候说的不是好好的吗 你不是当时你 你 舒荣 舒荣 舒荣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就那么在意她的感受啊 牛舒荣说要买房子 让牛征搬出去住 牛征就得搬出去住 你别忘了牛征是我儿子 他管得着吗他 我也管不着 谁都管不着 以后你们俩的事我都不掌握呢 我能说句题外话吗 你怎么就那么不信任我呢 这件事情跟信不信任有什么关系啊 不过你这么一问 我还真有点怀疑你 明天 牛舒荣提出 要给他俩买房子 你一口就答应说得好 答得还挺快的 你们俩是不是早就说好的 商量好的啊 是吧 是 我们俩早就商量好了 我们俩同心同德 不用说心里面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我们俩 懒得住 我现在啊 就跟他熬包相会去 周末了 我终于可以跟我媳妇住在一起了 来来来 不是 咱亲一个 你讨厌你 多吃点啊 都是你爱吃的 放开吃 这样啊 咱们吃完饭 先去看你妈 然后呢 咱就回咱家 好不好 好的 听你的 老公我要吃那大虾 好嘞 给 你最爱的大虾 老公 你看啊 现在我们也有自己的房子了 什么时候 我们能彻底地过上自己的日子啊 老婆 我也盼着这一天呢 这样吧 等我妈身子好点了 我就搬回来住 你呢 别老自己一个人在家 没事就去姑姑家住 有个人照顾你 我也放心点 是吧 好 天理呢 哎 妈 儿子 你在哪儿呢 妈今天还是觉得不太舒服 要不你今晚还是回来住吧 妈我和盛南在外面吃饭呢 妈知道你今天得去盛南那边住 可是妈真的挺不舒服的 你齐叔叔又得看店 没办法照顾我 要不妈也不会给你打电话的 行 妈 那我这就回来 妈在家等你啊 爸 你妈又不舒服了 盛南 要不你先吃着 我先回去看看 没什么事我就回来 那去不去看我妈呀 要不你自己去看看 又是我去 上次就是我去 我妈还怀疑我们俩吵架了 这次又让我去 你不去我也不去 对不起啊 好了 算了 算了 你去吧 我早点回来 行 我 我尽快回来 走吧 妈 我回来了 业政啊 今天不是说好的 跟少年回自己家吗 不是 其实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刚才还没吃饱吧 回家了就多吃点啊 妈 你身体怎么样了 就一阵一阵的 现在好多了 吃吧 妈 业政啊不是妈说你啊 你们今天不是回家的吗 怎么又在外面吃饭了 那外面的饭菜又不胃剩又花钱呢 那齐生达怎么那么不会过日子 妈 我俩又不是没钱 有钱也不能忘花 妈 您能不能别总是为难盛南 我什么时候为难他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们住这儿的时候 一日三餐 哪一顿不是我给做的 家里的卫生 哪样不是我搞的 这还叫我为难他呀 我都跟个老妈子一样伺候你们了 妈 那下次我们一起在外面吃饭 或者去他家看姑姑什么的 您能不能别老叫我回来 你以为 你以为妈愿意叫你们回来啊 哪回不是妈身体真的疼得不行了 我没办法了 我才打电话给你的 你要你要是这么说行 妈以后疼 自己疼死算了 我也不打扰你们 你不是妈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要是骑上男是吧 他又催你啊 他又催你啊 还让不让人好好吃顿饭呢 不行我来回 不用不用不用 我关机我关机 妈 你怎么了这是 我没事 牛正呢 他 他加班去了吗 你跟妈说实话 牛正是不是没有回来住过 妈 他妈 又是赵新梅啊 不行 我来找他好好谈谈 找他去 别妈 你别去了 牛正明天就应该回来了 什么叫应该啊 他明天回来后天大后天怎么办 赵新梅每天让他在家住 你们俩的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什么都别说了 跟妈走 妈 这要没什么事呢 我就先回去了 盛南还等着我呢 你都回来了就不差那点时间 都好像时间没帮妈洗脚了 你就帮妈洗个脚再回去 不是 妈 这都好几天都没回去了 而且这盛南大着肚子在家等着呢 你现在非让牛正给你洗什么脚啊 我跟我儿子说话关你什么事 你插什么嘴啊 我儿子就是愿意给他妈洗脚 对吧 妈 我去给你倒水 我给你洗脚 来 来了 来 妈 洗脚 水温刚刚好啊 水温刚刚好啊 这谁啊这么晚了来敲门 谁 赵新梅 你什么意思呀 你大半夜的跑我们家砸门 你几个意思啊 盛南他大着肚子 你不让牛正回去跟他一块儿住 我能不来砸门吗 我倒跟你说清楚了啊 我不让他们一块儿住 我要是不让他们一块儿住 我能出钱让他们买房子啊 是 买房的时候你是没阻止了 可是搬过去快一个星期了 牛正他回去住过吗 那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我身体不好 让我儿子回来陪我住几天 这有什么问题啊 按你这么说 你要是天天身体不舒服 我女儿还不得一个人过日子 我陪你才天天身体不舒服呢 盛南 你自己听听看啊 照理说呢 都是媳妇来伺候婆婆的 你大这个肚子 我没好意思让你伺候 那我让我自己儿子回来照顾我 难道你觉得委屈了 妈 姑姑 咱们好好说 姑姑 我妈最近呢 身体确实是不舒服 再说了姑姑 从小你就教育我 说要孝顺 我这不也都是听你们的吗 牛正 你孝顺你妈妈没问题 可是盛南怎么办 她现在是孕妇 说什么了 孩子刚才说的是真的啊 心梅是真病的 就是让牛正回来 照顾一个星期 差不多了好转了 就让回去照顾盛南了 是吧 心梅 是你个头 心梅 你还不如不说话呢 你别以为我听不出 你这话里的意思 就让牛正回来陪我一周 剩下日子都回去了是吧 你关键时刻 我倒真的看出来 你心偏向哪边了你 妈 妈 要不这样吧 那个 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跟盛南 要不就先回去了 牛正 你齐叔叔胳膊肘 往外拐就算了 你也这样啊 妈是白眼你这么大了 你这白眼狼 越说越过分了啊 好了 好了 我现在看出来了啊 你们几个是一伙的 你们才是一家人 救我是个外人 行了 我今天来就是问你一句痛快话 牛正她还能不能回家住了 好啊 我也痛快告诉你 腿长在牛正她自己身上 她愿意去哪儿我拦不住 牛正啊 你妈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 你妈是告诉你 妈现在自己带着盛南 赶紧回家了 我不让你别说话了吗你 你 妈 那我们先走了 快快快快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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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走吧 妈妈身体是真的不舒服啊 你要有良心 你就记得常回来看看我 妈 叔叔 来来来来 你带着 你快赶紧走吧 既然我今天来了 妈有件事我可要说清楚啊 从你们俩结婚到现在 娶我呢就去了一回 我也有孩子 我也想孩子 这样吧 从今往后啊 甭管谁从中作梗 你俩都尽量多回来陪陪我行吗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从中作梗啊 你说谁谁知道 妈妈 姑姑姑 听我说听我说 要不这样啊 平时呢 我们两个就回家住 周六我们去姑姑这儿 周日回我妈这儿 你们看行不行 当然不行了 你妈我身体那么差 你一直回来看我一次行吗 我要死在家里头 都没人管呢 这样吧 一三五 你们回去住 二四六 回我这儿住 找星梅 你也太能折腾孩子了吧 妈 妈 要不这样 我们周日去你那儿 你看行吗 这都收好了的啊 就是在家等你们啊 行 走 走 妈 我走了 你别说话 你再说话 你小心我咬你 去吧 沈南 你怎么突然间回来了 也不跟妈说一声 给你买好吃的去 我回来住两天 你今天是不是跟牛正吵架了 没有 那肯定就是赵新梅了 妈 你就让我清静一会儿啊 好 不说你 我不说你 怎么这么多零食啊 妈 你这把年纪的少吃点零食 这些都是给你买的 妈每次去超市 看到好多你爱车的 就买一点买一点 就攒那么多了 你走的时候这些全都带走啊 来 妈 有点后悔了 我不该不听你的话 下来赵新梅家里去 可是 我真的好爱牛正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 傻孩子 这感情的事呢 就是这样的 总是要磨练磨练你 让你受点委屈 这可是你自己选的我 既然选好了 就勇敢一代紧下去之后 嗯 嗯